看起來美國總統大選選情樸素迷離 行情多空交戰 在震盪期間 林總怎麼選股比較安全 對 那其實最近的股市真的很黏 如果你只有台積電的話 你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現在選股的話到底怎麼選 那這個禮拜 我們剛才說在十字入口 我覺得禮拜五的這個數據相當重要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非農 那非農這張圖是預測值跟公布值 那預測值是橘色這一條線 那公布值就是最近從三月份到現在 那我們會發現 它的上下值有點交錯跑來跑去 所以目前公布持續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上個月份公布的這個數字 其實相當低 11.4萬落到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持續走到這邊 例如說11到12萬附近的話 一樣還是比明顯的預測值要更低 那可能對股市相對就比較 有點軟着陸的疑慮 所以這個感覺多空有點這個交戰 那失業率就是很穩定的上升 我們看這個是預測值 你看這個虛線這條線 它是持續從五月份到現在 一直慢慢的往上走 那藍色這一條呢 都比這個預測值要更高一些 我們以這個上個月的公布來說 你看前值是4.1嘛 那預測4.1公布是4.3 就稍微多了一些些 那這個趨勢如果一樣持續 都是按照這樣的方向走的話 美股感覺就是沒有太大幅上漲的理由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這個禮拜五的數據 好 所以如果這個藍色 始終公布值在預測值之下 代表美國的非農就業人口 表現並不是太好 對 是 然後失業率還是零價 預測只是這樣 代表失業率持續的往上增加 持續的增加 對 美國股市恐怕多空交陣的力道 會比較強一點 對 那經濟衰退 余計就會更大一些 那我們看一下 除了這個經濟數據之外 美股的表現 那左邊這邊是不是小到窮 小到窮我們就比較個東西 月線在季線上 這個很明顯 所以小到窮看起來 因為它的月線在這邊 季線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傳產股 那S&P呢 S&P的狀況就是 稍微有一點近了 這是月線的位置 這是季線的位置 所以以傳產為主的 這兩個市場 感覺都還是一個強勢 因為短均線在 長均線的上面 那右邊呢 這就是小納斯達克 它是科技股 對不對 那我們看 它就把它 它就已經在 糾纏在一起了 它也沒有大幅的下挫 就是你可以看到 從美國的這個科技股 它已經比傳產 要走得稍微弱一些 就是股價已經有一些出入 所以這是 國際股市的狀況 那我們回到台灣來看 這個台子期 你看橘色這一條 我們抓十天均線 那這一條 這個藍色就是季線 我們說壓在季線下震盪 其實相當久的時間 這一波下跌之後 反彈上來 其實都沒有有效的突破季線 所以看起來 是這叫做死亡排列 因為短均在長均的下方 所以台子期死亡排列 電子期呢 它長得跟台子 應該是一模一樣 因為權重 台積電的權重太大 你看F4最近表現 其實也不太好 所以一樣短均在長均的下方 那左下方是金融期 對不對 你看十天在季線的上方了 所以雖然看起來 還是一個橫盤整理 但至少它是一個多方的橫盤整理 所以金融期看起來比電子期強 強 對沒有錯 那右下角是貴買期 貴買期就是中小型的股票 你看到一樣十天是不是在季線的上方 所以你現在要選股的話 就兩個方向 第一個可能金融跟傳產相對比較強一點 那再來呢 中小型會比大型要稍微好一點 金融跟傳產可能會比電子要強 以及中小型可能會比大股票要來的飽悍一些 對 好OK 這是方向 然後呢 怎麼選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台子期的狀況 我們剛才說 現在到底是多還是空 那當然有的人各持己見 可能都會有方向 但是我們看目前的籌碼 其實四大皆空 第一個是這個外資的期貨 它其實空單還是相當多 那散戶呢 做多很久了 從這個地方開始做多 從這個地方 那這地方大概是今年的 可能是7月中旬 散戶就開始做多 它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做多 所以它這邊是做錯 那這邊是做對 所以你說它賠很多錢嗎 好像也未必 但是從從外面來看 散戶做多 對大盤一定是扣分 那第三個就是自營商的選擇權 它最近就比較沒有什麼方向 你看到多空 就一直跑來跑去 這個就可以留意一下 可能暫時沒有什麼參考的作用 那期交所公布的選擇權的 Purco Ratio值 已經連續四天是100以下 那400 100以下 你看這四天 就其實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會以弱勢來解讀 所以目前這四個籌碼看起來 並沒有太好 那你說籌碼這麼空 大盤會不會突然出現紅棒 我覺得難度真的很高 這種關鍵期 我們大概怎麼選股票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的股期有量的話 可能大概有人在琢磨 那左邊跟右邊 這兩檔選出來 都是金融股 在昨天的收盤 我們選出來了 那三選的條件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股期量要穿越 二十天的均量 這什麼意思呢 這下一方是成交量對不對 那這一條藍色的線就是 二十天的均量 月線 對 那股期爆量 昨天是爆量 所以我們就把它撈出來 它可能要上工 這是第一個條件 再來它的RSI指標大於50 這是多空分界 那再來第三個是 至少量要超過1000口之上 所以第一檔是富邦金 富邦金其實昨天是創高了 那因為今天金融有一點休息 所以它其實沒有跌破 昨天這個起跌點 那我們看它基本面 它今年上半年的EPS是5.97 去年全年也才賺了4.8塊 所以上半年已經賺盈去年一整年 它已經賺盈去年一整年 如果下半年會有類似 一樣的表現的話 你整個的達成率應該是124% 也就是你應該把它的股價 用去年的高點乘上1.24 這待會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去算 那右邊國泰金 那國泰金也是跟富邦金 它的這個K線有點類似 但它沒有創高 那一樣昨天的量是超過了20天的均量 RSI在50上方 所以也被我們撈出來 它的達成率更高了 今年的上半年賺了4.66 那去年是賺3.24 一樣賺盈去年 獲利達成是143% 如果下半年都很正常的營運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這個方式是用法人 反而比較多一點 最近10天買比較多 然後它的這個營收的狀況 我們可以檢核一下 第一個是國票金 那撈出來我們為什麼 因為它最近10天 法人就是外資跟投信 買了一萬八千張 那這個今年累計的營收也不錯 50億 大概年增率是16.2% EPS的0.35是今年上半年賺的 那去年是0.58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相除 是不是就會算出一個獲利的進度 那是60.30這是半年 就半年我已經賺 你只要超過50%都是及格 那如果你把它乘以2 就代表你可能到年底看起來 它就是會到120% 那你就可以去算一下 假設國票金 例如說我們看它的K好了 我們看例如說周K好了 時間拉長一點點 我們看周K去找到2023年的最高點 你看2023年是不是從這邊畫起來 這個位置 那高點是不是在這一根 那這就是去年的最高點 那我們再把它乘上 我們剛才說它的獲利達成率 不是會到120% 就把它乘上1.2 1.2 那就是應該它合理的價格 2023年這個高點來13.7 對 那我們說它的獲利的達成率 如果今年估會到120%的話 我們應該就乘上1.2 那就是它的一個合理的價格 16.4 16.4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今年最高曾經到17.35 是不是有點超過了 那現在呢 其實剛好在16塊附近 就是向上空間並沒有太大 那就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往下修正到 例如說這個前低13塊附近的話 它就是一個比較好甜蜜的買點 來啊這個公式再教我們一次 我們用另外一檔就是國票金 來開發金怎麼算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